接着下来 变动 变动新作 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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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讲一下你的故事 扔到我了吗 我也很执着耶 我也很坚持耶 是 是 变动新作 你变他的故事 我现在就是 唐老师一开始说的 立志的代表就是我 然后我也是在场年龄最高 对 年纪最大的妈妈 跟生小孩的年纪 是最大的代表 我怀孕的时候 52嘛 对 我怀孕的时候 467 467 我还有机会 我还有机会 所以我立志一定要相信你 对 我的标题是什么 我要看一下 是不是 47是虚岁啦 慧如 加油 对 加油 我还有八年 对 我还有七八年 对 医生也跟我讲说 我应该是记录的代表 只是没有被记上去而已 而且是隆风 对耶 好像很多 对 然后我们还从 我一开始想要 怀孕这件事情开始讲 其实我从小就是 很想要有家庭 然后我家庭的 基本标配蓝图 就是爸爸妈妈小孩 我就是一定要爸爸妈妈小孩 因为可能我自己的家庭是这样 然后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我是家庭感很重的人 所以我也是很坚持等到 我结婚了我才要生小孩 虽然我很爱小孩 可是我那个时候 我还不太能接受说 我自己有小孩 今天有小孩 再结婚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很好 非常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男朋友 我也讲得很清楚 所以等到他真的开口跟我求婚 我们双方家长都同意 我们确定要结婚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决定 生小孩是我的唯一目标 最大的目标 我要圆满我的这个心愿 我就开始戒掉了所有的坏习惯 然后开始找中医调生 什么坏习惯 各种坏习惯 有没有想到的 熬夜什么各种 喝酒什么 都戒掉了 我只知道很多大部分 都是要开始调身体 对 调身体 可是你要把坏习惯戒掉 才调身体 光是熬夜就很难戒 对 很难戒 还有晚上宵夜 是 然后你知道我的经期 从来都是不准 我妇科其实不好 我以前都是两三个月才来一次 而且是 也没有到那么固定 对 因为有医生出口 如果你是很固定的寄精 其实也OK 也是正常的 规律就好 但我可能两三个月 可是日期又不一定 有时候两个月 有时候四个月 有时候一个月 就是很不一定这样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去调这件事情 我都觉得随便 我以前都是觉得随便 我活得好好的随便 从我开始 想要生小孩开始 我就去看 不停地看中医 然后很多人都一直介绍 我各种名医这样去看 然后那个中医药也很贵 水药什么的 超贵的 然后我就一直吃 吃到我真的惊奇调回来了 每个月都有来MC了 我也很高兴 然后那时候也 小多久 快一年 但是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真的是缺点 就是我的医学尝试很不足 我觉得韦如太太 韦如太太 大家要向她学习 我从小就想生小孩 可是我很天真的以为 只要结婚了 就会生小孩 对 当然我也听过说 高龄会生小孩比较辛苦 可是我都觉得一定生得出来 我没有想到会这么辛苦 这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大的挫折 我觉得所有事情你有努力就会有一点收获 对 即使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你都会有一点收获嘛 多么的乐观啊 这件事情是 真的 但是结合怀孕 我那时候感受到你们所有的经历 我都感受过 就是我再怎么努力 没有就是没有 你做了挫折 那种努力 对各种什么小品什么的 因为我收了我医学常识不足 所以我结婚的第一年 那时候我虽然我已经42了 我都还觉得我们可以自然怀孕 所以我没有想到 我就是把这些礼物都收来之后 我就很开心的布置家里之后 我们就很开心的开心了一年 但是还是都没有 然后就开始慌了 那时候已经43了嘛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看医生 然后看医生之后压力 你们两个一起去 一起去 对 但是压力真的就来了 智杰哥是几岁 智杰哥小有两岁 对 所以其实也没有很年轻 但是比我小 然后呢 我们去看的那个门诊 就叫补孕门诊 因为虽然我们还没有被诊断补孕 可是你只要去看 跟生育有关 它就叫补孕门诊 半年就算补孕 对 你只要去挂那个号 我就觉得压力 然后就觉得我补孕 你知道吗 每次都很不好 真的 对 然后而且都是名医 然后都要排很久 每次去就是两个小时 然后做检查干嘛干嘛 抽血 就都没了没了 每次就画了一下我在那边 然后我们检查出来一切正常 我们两个都很健康 很难 但是就是 对不对 但每个人的心情就好 然后也是身边的朋友 一个一个都怀了 都生了 然后我就是永远在看电视说 谁又生了 谁又怀了 然后为什么我都没有 我那几年的人生真的也很灰暗 好 到了44岁那一年 我第一次接触到人工 生受孕这一块 对 我第一次也是想说 不要花太多钱 就先做人工 对啊 我运气很好 其实我第一次做人工 其实有受孕 就成功了 有着床 但是留掉了 有着床 对 有着床 但是留掉了 好 那次的经验 我真的觉得我有点吓到 因为那个 那个开心来得太快 我就 我第一次做成功 我真的就成功了耶 但是留掉了 你就知道那个失落感是这样 非常大 对 然后就想说 好 那不行 可是我一定要小孩啊 所以我就是开始接触试管 试管 我第一次去找一个试管的 也是名医 也是排了很久 然后很贵 然后我一进去 他看了我的资料 他就说 要不要放进去 你确定你要做吗 你知道你年纪很大了吗 直接他超指败 你知道你年纪很大了吗 这个医生好熟悉哦 我知道 下讲下讲 我就知道 然后他就马上拿出一张资料表 讲这个话 贵福部的那个资料统计表 你刚刚说做试管五成对不对 没有 那个是随着年纪下降 对 二十几岁可能 二十几岁可能九成吧 对不对 三十几岁开始就开始七成五成 到了四十岁以后就是 也是直线下降 我跟你讲 贵福部的资料只到四十一吧 好崩溃哦 是不是 你年纪很逼人 对 一生就指着那张资料表说 你看 那怎么办 你的年纪还没有被统计进去 因为你的 你的年纪他已经不屑平衡 对 对啊 那个案例也不足以收集 对不足以收集 你看我说他低那个指数 你的 你的受益力 你会被博物封杀 这是事实啊 他说你现在成功率 可能就是个位数 然后又要花钱 又要打很多针 身体很痛 你确定你还要做吗 我说我确定 我就是要我才来的吗 对不对 我就我确定 好 但他们做了一次 真的就是失败了 但是因为每一次的那个排队 花钱跟他的那个表情 其实都让我不是很舒服 所以后来这一次失败之后呢 就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介绍我另外一家 很有名的生殖中心 在新竹 但是我就想说好 不管怎么样 因为他的招牌是生殖中心 你就会比较舒服 是补育门诊 对 对可能有差 我就觉得说好 我要去试试看 因为有时候医生缘很重要 这个医生缘有没有缘 有有有有 有这种说法 对而且如果你去看他 你心情都不好了 那你怎么可能会成功 好我就觉得他 那我们就去新竹一趟 就至少先咨询嘛 然后那个生殖中心的院长 他就亲自来跟我咨询 然后他非常非常专业 他一开始就突破盲点 他告诉我说 你44岁了 对 那一样的观点 但是他的语气很好 然后也给我很多信心 他说你现在其实要做的是 跟时间赛跑 你要生一小孩 就一定要有卵子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更年期到了 没有排卵了 你就不可能生一小孩 所以我建议你 接下来你每个月 只要做取卵的动作 就是我取卵 先生取筋 我们制造 如果有好的受筋卵 好的胚胎 我们就把它动起来 你知道你女人的身体 很厉害就是说 如果你有好的受筋卵 动起来了 就算你停筋了 只要你的子宫环境是好的 你还是可以植入 对 还是可以怀孕的自己小孩 因为子宫跟卵巢 是两回事 对 所以他就建议我 应该这样做 我听听也觉得蛮有道理的 但是他说你不要吃中药 因为他说他们的派比 他觉得中药里面 如果有一些不同的物质 甚至是有毒或什么样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控制 对 所以他叫我停止中药 然后放心地交给他 好 听起来心情就比较好 对不对 但是接下来两年 就是很辛苦 因为我年纪真的很大了 年轻的女孩子 如果做一次打 那个催精针 排卵针的话 可能一次可以取十颗上下 我一个月最多 也就是一颗两颗 已经打了排卵针了 也就是取一颗两颗 差不多 可以等两年 对 然后有时候到后来 真的跟时间赛把说 他还要给我二次取精 就是有一些软泡比较小的 他还要再打针 让他长快一点 就可以取两次 一个月里面可以取两次软子 二次取软 会很伤身 二次取软 对 蛮伤身的 会很伤身 这时候可以 这时候可以喝酒吗 不行 戒掉坏心 我每次想要喝一杯的时候 我就想说 不行不行 我花很多钱 又放回去 我要健康的小孩放回去 不要跟钱过不去 对 好 于是这个流程我经历了快两年 算二十个月吧 你好很有信心 对 你看我数据 我数据我也有背下来 你怎么可以这么有耐心 二十个月下来 我每个月取软 然后先取精 然后最后一共我们做了四十四 我取了四十四个软子 很多耶 对 软子而已 然后成功的收尖软子又十一个 那也很多啊 已经四十六了 对 你等于四十六岁 对对 四十六岁年初的时候 好 十一个 好 问题好好 刚刚不是有讲到 那一个可以去检查吗 对 那有几个 那个到了那个等级的 他可以去做切片检查 看你里面的染色体这么正常 好 接下来就是很不幸的消息了 我所有可以去做切片检查的 那个 染色体都异常 就直接丢掉 十一个都已经 十一个丢掉 五个丢掉 剩下六个 剩下六个 因为每一个都是很新的 还有六个 剩下六个是它的等级 不到可以去化验的程度 所以你不知道它里面好不好 他们有办法先检查 你就得植入了才知道它是不是好的 所以就等于是 植了六个 就是你六个 你就剩下六个 然后你要植入 台湾的法律规定是最多一次四个 因为怕你四胞胎会 超过四胞胎会太累 太那个伤身 所以这六个我就分两次三个三个 好第一次三个 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啊 那时候充满希望 想说我等了两年终于要植入了 三个全军覆没 很崩溃 超崩溃的 对 真的很崩溃 对 而且我都已经想好 如果真的还是没有的话怎么办 然后呢 这三个我们要去植入的时候 我真是完全不抱希望 没有想到 后来去验那个血液的那个什么植 HCG 对 没有什么 三人灼床了 HCG 三个是灼床 没有没有 第一次验血液只能知道有没有灼床 不知道几个嘛 对 就只知道灼床 就是要怀孕了 那时候想都没有想过什么两个 不敢想有一个我就已经真的就好奇心天了 辛苦这么久有一个我都已经偷笑 可是 我跟妳讲我真的只敢高兴一天 就像我刚刚讲的有前面失败过吗 你植床不代表任何事情 对 它只是第一小步而已 所以我就稍微高充一下 我就小孩不要高兴不要高兴 就强迫自己不要高兴 真的不要高兴 就是要等 你要等 等到它很稳定了 然后至少你要等到有心跳 就是第二个可以比较安心一点点的 也不能太高兴 也不能太高兴 你只能躺在床上吗 没有没有 我还好 但是就是那个心里的煎熬很恐怖 尤其等待的时候 对 要等八公 对 然后等到我要去听心跳的那一天 你知道我跟我先生两个就是 两个人都假装若无其事 好 然后呢我们去听心跳的那一天 我真的有点记得那一天是 我们两个都很怕失落 然后就 但是都不讲出来 他两个就若无其事的这样 手牵手走进去 然后就在那个后诊室 然后就开始各自滑手机在等 然后滑一滑我老公就说 等一下你自己进去好了啦 我有一些东西要回 我在这边等你就好 不敢面对 不敢面对 他也是面无表情 也没有高兴或不高兴 就没有 他就是这样 就这样一边滑一边讲我 然后突然有个moment 我真的不晓得哪一根筋不对 我真的有个灵感 虽然我不抱希望 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就回头跟我老公讲说 你确定你不要陪我进去吗 万一如果有千万分之一的机会 我们这一次成功了呢 我们今天是来听心跳的嘛 就听不到了 那你就错失了 你听到 第一次心跳的机会 对啊 对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突然有这个感觉 假如说 互然已有的话 那你就错失了 对不对 我这样讲 他想一想就说 一样面无表情 好 好 那我进去 很会演 对 演员啦 好 然后我陪你进去 好 时间到了 就两个一起进去 我就躺在那个床 又叫超音波 他一样背对着我 也不看荧幕 继续滑手机 然后那个 很突然就是照一照之后 然后就听到 动不动 然后他就瞬间转头 他看那个荧幕 看着护理师 然后看着我 然后我们就两个这样对过 然后就看着护理师说 这是心跳声吗 然后我们两个都吓死了 然后那个护理师就说 对 这是心跳声的东西 正在恭喜的时候 我们还在相望 不晓什么发生 那个护理师突然很大的一声说 然后我真的吓坏了 我以为说你听错了 这不是心跳声 或是他没有 不是什么样 等一下什么啦 等一下 等一下 又是隔壁的 隔壁的 我的心情 打他 我好来了 还是手机的铃声 对 我的心情整个又下去了 这个是我的来电铃声 对 我的来电铃声 傻眼 我们就看着护理师说 等一下到底要等着我 他就说 有两个 我们在这种状况之下 知道是双胞胎 从不够希望两年来 我觉得可能是零 到有 可能有一个 你真的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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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的就是崩溃 不然觉得我刚厉害算什么 太厉害了 高兴到不晓得要怎么想好 可是一样 你知道那个心理压力 已经是习惯性的 因为我很高龄 那个时候我46 47 所以我一样只能高兴三天 有心跳还是不代表什么 对啊 没错 因为我们高龄产父 没有三个月都觉得很危险 对 生不生得出来 他健不健康 这都是我接下来十个月 每天都要担心的事情 就是我每天都在担心这件事情 然后你知道我后来 我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快 犹豫症是 不是大家都说 三个月以后稳定了才可以讲吗 对 然后我的长辈就跟我讲说 你太高龄了 你要六个月才能讲 真的 六个月 可以 可以 小孩都长好了 不算早产也生得出来 还有小孩六岁在讲 对 对 反正我被五岁在讲 那我就不听话 因为我真的太宝贝这两个 我很怕一个不听话 他们就不见了或怎么样 所以咯 真的到六个月才讲 各位观众 今年她五十二岁了 来看看她的全家福 回小孩五岁了 好可爱 好漂亮 是姐姐还是哥哥 姐姐 她早一分钟出来 姐姐跟弟 对 好可爱 而且这样子一次搞定两个 对 有男有女